第四章 羌狼 勤劳的清洁工 卖力滚圆球 人们第一次提起羌狼是在六七千年以前 古埃及的农民在浇灌农田时 经常在地里看到一种胖乎乎的黑色昆虫 在田地里爬来爬去 忙着往后滚一个圆球式的东西 古埃及人认为这个圆球是地球的模型 羌狼的动作是受了天上星球运转的启发 因此认为它非常神圣不可侵犯 称它为神圣的甲虫 说到那个圆球 你不要觉得羌狼很宝贝它 就认为它肯定是很美味的东西 其实那不过是羌狼从路上搜集到的脏东西 还有很多是垃圾 既然羌狼有搓圆球的本事 我们就先来看看它的身体构造 在羌狼扁而平的脑袋前面 有排队成半圆形的六颗牙齿 像一个弯形的钉耙 可以进行挖掘和切割 扔掉不需要的东西 把重义的东西挑选出来 羌狼的弓形前腿也是很有用的工具 因为它们很结实 在外面还长着五个锯齿 要是羌狼需要很大的力气去搬运一些障碍物 就得使用它强有力的钱币了 看到好东西 羌狼就会左右开弓 会捂着它带齿的臂 把没用的东西扫到一边 清理出一小块地方 然后把选出来的东西爬到跟前 再放到四只后腿中间去滚 这四只后腿长而且细 尤其是后面的那一对 形状有点弯 顶端还有尖爪 羌狼用这两条后腿 把材料压到身体下面 搓动旋转来来回回地滚 一会儿就搓成了一个小圆球 再过一会儿 这颗小圆球就有核桃那么大了 很快还会有苹果那么大 如果遇到一只贪婪的羌狼 他很可能还会把这圆球 做得像拳头那么大 这就完全取决于他的兴趣了 圆球滚好后 当然就该往家里运了 羌狼用后腿抓住这个圆球 用前腿行走 头向下垂着 抬着臀部 边推边走 他把堆在后面的东西 左右轮流地向后推动 那个圆球相对于羌狼的身体来说 是很重的 这个执拗的小家伙 一步一步艰难地推着 非常小心 好不容易到达了一定的高度 可是羌狼一个不小心 圆球咕噜噜滚了下去 连带着自己也被拖了下去 遇到这样的困难 羌狼并不灰心 而是重整旗鼓 再次运足了力气往上推 推到中途 羌狼可能会被草根绊倒 也可能踩到光滑的石头上摔倒 所有的努力又会前功尽弃 这样来回往返一二十次 都不能成功是常有的事 可羌狼总是再接再厉 毫不气馁 直到最后取得胜利 既然羌狼制作的圆球只是它的食物 那我们不禁要好奇了 它的卵到底放在哪里了呢 我很幸运 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一个羌狼的窝 这种窝比较好找 因为它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 窝的旁边总会有一小堆新土 这就暴露了它们的目标 挖了一会儿 一个洞就被挖开了 在新鲜的泥土中 我看到了一个精美的梨形的东西 旁边还有一只羌狼 它正用力地抱着自己的产品 很明显 这个梨形东西还差最后的工序 它还在做最后的修准和完善 这种梨形的东西 羌狼是用人们丢弃的废物制成的 比它们平时制作圆球的材料有好一些 经过了一定的挑选 因为这是给出生的幼虫做食物的 如果比较粗糙 则不能满足幼虫生长的需要 幼虫从卵里出来后 还不能自己觅食 就是身边这些母亲精心准备的点心 羌狼总是把卵放在梨形东西较窄的一头 这当然很有道理 因为无论地球上的任何动物 都不可能离开空气活着 即使看起来包裹得很完整的鸟蛋 在蛋壳上也有很多小孔 是为了让空气可以流通 要是羌狼把卵放在梨形东西比较厚而大的一面 那幼虫十有八九会被憋死 因为那里的墙壁太厚 质地又很细密 外面还包着一层硬壳 空气根本进不去 羌狼在制作梨形东西时 把墙壁做得很薄 用的材质也比较透气 梨形东西中间也能进点空气 然后把自己的卵铲在这里 卵孵化成幼虫后 虽然很虚弱 但它们可以马上吃东西 会慢慢长大 也会慢慢变强壮 如果你认为羌狼把梨形东西的另一头做得很大 没有什么用处 那就太小看羌狼的智商了 它们这么做自有道理 一般来说 羌狼挖的地穴不是太深 强烈的阳光一照 地穴里的温度会升得很高 三四个星期以后 这些食物就会被晒干不能吃了 幼虫出生以后 如果身边的食物硬得像石头一样 那幼虫根本咬不动 就会很悲惨地被饿死 在炎热的八月 很多幼虫都是这样饿死的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羌狼就用粗壮的钱币 拼命地拍压离形东西的表层 将表层压成其保护作用的硬皮 用来抵抗外面的热度 有一次我碰巧看到一只羌狼 在地穴里干活 并目睹了他制作离形东西的全过程 羌狼找到了合适的材料 就把自己关在地下 全心全意地开始工作 那些需要的材料 有两种方法获得 一种是平时滚的圆球 这些圆球在推动的过程中 会沾上一些泥土或细砂 而且表皮也会变得硬起来 另一种是在材料的附近 就可以找到很适合做地穴的地方 那羌狼就会省很多力气 只是把材料挑选 捆扎 运送回洞里就行了 劳动开始了 羌狼先用两条后腿 轻拍材料 制成圆球 然后再做成梨的形状 紧靠地的那一面 已经沾上了一层细砂 其他部分也磨得很光 接下来 羌狼环绕着梨 做一道圆环 施加一定的压力 直到圆环变成一道深沟 梨变成了平静形 这样 球的一头 就会出现一个凸起 在凸起的中间 羌狼再施加压力 做成一个四火山口的小凹穴 边缘很厚 凹穴越来越深 边缘也越来越薄 最后形成一个带子 他将带子里面磨光 就把卵铲在里面 在梨的尾端 他用一把纤维塞好 其他地方 羌狼都用腿拼命地拍过 只有这个带口没拍 只是用很粗糙的纤维 封住带口 这是很明智的 因为卵的尾端朝着风口 如果他把筛子重重地压下去 孵化出的幼虫会很痛苦 所以 羌狼只是用筛子堵住洞口 却并不把筛子压下去 这也是羌狼细心聪明的表现 幼虫的生长 羌狼把卵铲在梨中 大约七到十天以后 卵就会变成幼虫 他们毫不客气地啃咬周围的墙壁 这些小虫子很聪明 总是啃墙壁厚实的一面 要是他不幸啃咬了薄的一面 就会把梨咬出洞来 那他就有可能从梨里滚出来 这可是麻烦的事情 他在没有长大以前 是不能离开这个离形的食物储藏室的 否则 他自己不能找食物 而且身体没有发育完全 那夭折是百分之百的下场 过不了几天 每天大吃特吃的幼虫 就会长得很胖 可是 他的模样却很难看 背部隆起 皮肤透明 要是拿着他对着光 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内部器官 我想 如果古埃及人 看到幼虫这种形状 绝对想不到 他将来会变成那种 庄严美丽的甲虫 经过第一次褪皮以后 这种小虫子还不是成虫 虽然那种甲虫的形状 我们已经辨认得出来 现在 这种小虫子很漂亮 它的一盘在中央 像叠起来的宽领带 前腿位于头部之下 身体的颜色是半透明的 有着像蜜一样的鲜黄颜色 看上去就像琥珀雕成的一般 这个样子 小虫子要保持四个星期以上 然后 它会再退一层皮 第二次退皮后的小虫子 浑身呈红白色 也是很好看的 在变成檀木的黑色以前 它还要退好几次皮 身体的颜色会越来越黑 皮肤也会越来越硬 直到穿上角质的甲皱 才成为一只发育完整的羌狼 这段时间 它一直住在林行的储藏室里 当发育完整之后 它很渴望冲破硬壳的束缚 到阳光下享受一下日光玉 不过 它能否成功 全部取决于当时的环境 一般来说 它想出来的时候 都是炎热干燥的八月 这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 如果几天不下雨 这个林行的储藏室 就会变得像砖头一样硬 只靠小甲虫自己的力气 它想出来 简直是痴心妄想 要是下点雨 这个林行东西就会松软一些 那小甲虫就用腿挣扎 用背顶撞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冲破墙壁 爬出牢笼 我曾做过一个试验 把几个这种林行的东西 放在一个盒子中 让它保持干燥 或早或晚 我常听见壳里 有尖利的摩擦声 这一定是小虫子 在用头部与前足的爬 在那里磨墙 两三天以后 似乎没有什么进展 我用小刀子 在一个林行上戳一个小洞 但对小虫子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不到两周 林行东西里就没有东京了 我想 那些小虫子肯定是死了 我又找了几个林行东西 把它们用湿布包好 放在瓶子里 用盖子密封好 当湿器把林行东西浸软以后 我把它们放到盒子里 这次试验很成功 有了我的帮助 这些小家伙 勇敢地用腿支起身子 把背部当作杠杆 扔定一点 又顶又壮 终于 它冲破了墙壁 成功地出来了 出来以后 它就像其他成宠一样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这次试验